今天这期影片会带来2023年最新的Canva教程 我会展示给你Canva的界面基本的功能 即使你是第一次使用Canva 在看完这期教程之后 就能够学会如何使用Canva去做设计 Hi,我是Greyson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线以及网络创业的内容 我每周都会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Canva账户 你可以来到影片下方的描述栏 这里会有Canva的链接 Canva是可以让大家免费的使用的 如果你是刚开始使用 你可以先使用免费的版本 付费的版本会有更多高级的功能 在这些教程里面 我们主要是重视免费的功能 我也会顺带提到一些付费的功能 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到Canva的注册或者登录界面 想要注册Canva账户是非常方便的 你可以使用你的Google账户 使用你的Facebook账户 或者使用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就进行注册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透过其他方式继续操作 这里会提供给你更多选项 去注册你的Canva账户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了Canva的首页了 Canva首页主要分为三个区域 上面的是导航区域 左边的是面板 在右边就是主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导航区域 在发掘选项底下会有更多类别 例如说照片类别底下 会有很多小的类别 免费照片 背景 自然 动物 美食 人们 这里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然后也有图示的类别 有社交媒体 网络和SEO 答案和资料夹 企业 天气 电脑 还有就是功能类别 图和图表 列印 胶片编辑 还有就是下载Canva 无论你是使用任何的设备 都可以下载Canva 在范本选项底下 就会有不同的范本类别 例如社交媒体范本 在这个范本类别底下 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小的类别 根据不同的信用平台 还有就是个人的范本 例如说你可以制作邀请卡 卡片 履历 明信片 还有就是企业的范本 你可以制作简报 网站 标志 名片等等 接下来一个就是行销的范本 你可以制作海报 传单 视觉资讯图表 小册子 还有教育用途的范本 你可以制作教案 工作表 证书 分进脚本 Canva提供了与我们的范本 例如Zoom虚拟背景的范本 概念图范本 心智图范本 随随可以看到 在Canva上面涵盖了各式各样 各种类别的范本 在右边这个选项就是下载应用程式 当你点击之后就可以下载Canva变成的桌面应用程式 例如说我是使用Mac电脑就可以下载Mac版的Canva 如果你是其他系统设备你可以选到这里 再过来一个选项就是账号设定 你可以设定你账号 再往右就是通知 如果你有团队 你可以接收到来自团队通知 接下来一个就是建立设计 在这里你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个设计 这里下会是建议的范本 或者说你想搜索一些你想要找的范本 例如说我搜索YouTube 就会展示给我全部关于YouTube这个平台 它所有的范本 在底下你可以选择自定尺寸 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尺寸 然后就是编辑照片 第三个功能就是贿赂档案 你可以上传的档案 在往右就是你头像 你可以做出一些账号设定 在左边就是面板 第一个就是首页 也是我在选择的选项 第二个选项就是范本 这里会展示给你所有的范本 包括它的不同种类 第三个就是专案 这是包括你所有在开码里面 制作专案都存放到这里 接下来个选项就是品牌 在这个选项里面 你可以保留你的品牌标志 品牌颜色 还有品牌的自行 你可以注意到 在右边会有个皇冠的标志 最后表示你需要选择到 Kamma Pro才能够使用 这是一个复复的功能 在右边你还可以看到 有品牌范本 这是以团队的形式 去共同制作 更能够发挥品牌功能的优势 还有就是品牌控制 你可以控制品牌颜色 品牌自行 还有核准的设计 如果想体验一下 Kamma Pro的功能 你可以使用我下方描述栏 或者评论区的链接 就可以免费体验 30天的Kamma Pro 接下来就是内容规划表 也是一个Kamma付费的功能 如果你使用Kamma 主要是为了设计社交媒体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规划表 就可以让你清晰的知道 在哪一天你需要发布哪些内容 并且这个功能 是能够连接到你的社交账号里面的 例如说你可以连接到你的Instagram里面 去安排贴文的发布时间 接下来一个选项就是 发掘应用程式 在Kamma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应用程式 去更好的方便你 去做出各种各样的设计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 你想要的应用程式 或者说在自己搜索里面搜索 你想要的应用程式 在底下就是 SmartMocups 这个功能就是 可以把你设计去放入到仿真图里面 例如说你可以把你设计 放入到便携电脑这个模板里面 去看一下 如果是真实的 是什么样子的 也可以放入到手表 电视屏幕上面 都是可以的 在底下就是 邀请成员 如果你有团队 你可以邀请其他人 去进入到你团队 去完成合作 在底下就是垃圾桶 你可以找到你之前删除的任何项目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主界面 主界面里面也有涵盖很多内容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搜索栏 你可以输入任何的关键词 例如说我搜索Instagram 这里有展示给我一些相关的搜索 或者说建议我使用的范本 或在这里你可以搜索 在你Canva账户里面 已经设计好的专案 这些专案都是你在之前 已经设计过的 或者是使用过的 在底下也会有不同的分类 例如Canva会推荐给你一些 你想要尝试的类别 第二个就是文档 这是Canva最新推出的功能 第三个功能就是白板 这也是Canva最近推出的功能 第四个就是简报 可以让你制作成 不同样式的简报 然后就是社交媒体类别 可以让你制作 不同的社交媒体 它们上面的设计 它们上面的内容 然后就是影片选项 是的Canva现在 不只能够做平面设计 也可以制作影片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Canva还提供了 印刷屏功能 你可以在Canva上面 制作设计 然后选择Canva的印刷公司 就可以制作出 真实的印刷屏 接下来就是网站功能 Canva也是能够帮助你 制作网站的 在显示更多里面 会有更多种类 在右边还有两个选项 自定尺寸 这里可以让你自己输入 宽度还有高度 然后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单位 像素 英寸 公里 公分 都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就是上传的功能 在Canva里面 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的照片 文件 档案 还有影片 Canva系统会将这些内容 转化成可以完全自定的格式 去供你编辑 重新设计 或者是共享制作 例如说今天我选择社交媒体 在这个类别底下 你就可以看到 Canva提供给我了 很多不同社交媒体 例如说有Instagram Facebook Lindin 然后也提供给我了 很多的范本 每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Canva都会告诉你 这些平台上面的内容形式 例如说 Instagram这个平台 就会告诉我 这个平台上面 有贴文的内容形式 现实动态 线上广告 Instagram Reel 还有动画的Instagram贴文 以及Instagram 现实动态 线上广告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去搜索 特定内容形式 它的尺寸 这里Canva已经提供好了 在底下 你可以看到 有更多相关的范本 你可以浏览一下 去找到一下 你喜欢的范本 然后你可以直接选择 或者我可以在这里 直接选择建立空白设计 这些教程 我就选择Instagram贴文 它的尺寸是 1080x1080像素 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 这些教程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能为这部影片 订个赞 感谢你对我支持 像我们就进入到了 Canva的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也分为 三个不同区域 在上面主要是导航栏 在左边是不同的菜单区 右边就是主要的编辑区 在导航栏里面 这边就是可以返回 Canva首页 再有一个选项就是 档案 在档案选项里面 会有更多 关于档案的设计 例如说你可以为这文件 进行命名 你可以选择建立新设计 会录档案 解释设定里面 有个很好功能就是 你可以显示 持轨还有辅助线 当我选择显示持轨 还有辅助线之后 我是可以从左边 拉出一条辅助线 在上面也可以拉出辅助线 就更好帮助我 做出精细的设计 我想删除这些辅助线 你可以把它拉回去 这样就删除了 这条也是可以拉回去 也删除了 然后就是一些储存的设定 你可以下载 这右边一个选项就是 调整尺寸 你可以调整 现在一路设计它的尺寸 这个功能是复费功能 需要你升级到 Campo才能够使用 这往右会有两个箭头 第一个箭头就是还原 第二个箭头就是重做 对于编辑区来说 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面板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复制页面 像我就复制了第二个页面 你可以用鼠标滑动 去回到上一页 比如说我可以给这面板 去进行填色 选这个颜色面板 我加入一个颜色 最喜欢的就是 你可以把这页面往下移动 像我这个页面 从第一页就变成第二页了 也可以把它往上移动 先又回到第一页了 或者删除掉这页面 也是可以的 我可以直接删除 删除只剩一个页面了 在右边你可以新增评论 这里就可以输入评论 让其他团队成员都能看到 使用这底下一个选项 也可以让你新增页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页面比较大 你可以使用这里调整一下大小 像我页面就小了一些 然后点击这个标志 就可以显示页面 这里可以让你预览 所有页面它的样子 你也可以在这里新增页面 然后这里有三个点 例如说为这个页面 进行命名 新增页面 复制一页 删除一页 隐藏这个页面 都是可以的 然后你再选的这个选项 就是隐藏页面 在左边的菜单栏 第一个选项就是设计 这里可以让你找到很多的范本 你可以查看一下 你最近使用的项目 在上面 你可以搜索任何的关键字 去找到相关的范本 例如搜索瑜伽 这里会展示给我 非常多关于瑜伽的范本 你可以去浏览一下 有哪些适合你的风格 所以大家有可能会看到 在右下角会有个环光的标志 这也代表这个范本 是需要你实际上 看好Po才能够使用的 如果没有这个环光标志 就可以代表 你可以免费的使用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范本 点击之后 它会进入到我的页面里面 这个元素 我都是可以愿意的修改的 比如说这个文字 我可以修改一下 然后我可以更改它的字型 点击这里 这里可以选择任何的字型 如果你是看好Po的用户 你可以上传你的品牌字型 也是可以的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字型 想去更换一个字型 我可以调整一下文字大小 可以选择这个加减号 这里就是减小 这里就是减大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输入 也可以有这些提前预示好的大小 老右边可以让你选择文字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不同文字颜色 这些看法还会根据你照片上面的颜色 去给你归类成一个颜色面板 例如说把它变成黄色 有一些字体可以让你加粗 可以让字体变成鞋体 这可以让文字加入一个底线 像我的文字就有底线了 如果是英文文字可以让它变成全部大写 然后这就是对齐 像是左对齐 像是剧中对齐 像是往右对齐 这就是让文字变成一个点式的清单 你可以再选择一下 甚至变成一个数字式的清单 再往右就是可以调节一下文字的间距 你可以调节每个字的间距 或者底下是调整每一行的间距 例如说我选择文字 我可以调节一下它行之间的间距 像我每一行的文字它的间距就变大了 接下来的功能就是垂直文字 可以让文字变成垂直的 你也可以给文字交入个效果 例如说现在我这文字是有个阴影的效果 我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出效的效果 像文字就变成出效效果 然后底下会有更多属性 你可以调节一下 例如说可以调节它出细 调节它偏移 调节它方向 你可以调节出效文字的颜色 如果想恢复到之前状态 你可以选这里还原 可以还原到最上面一步 再往右一个功能就是动画 现在开码里面 你可以给文字加入一个动态效果 这里会有非常多的动态效果 可以选择 说完了设计选项 我们说一下元素选项 这个选项里面 就可以让你加入各种各样元素 例如说你可以加入基本的线条形状 或者说你可以加入其他各色各样的图像 贴图 照片 影片 音讯 图表 表格 边框 在我具体说一下 边框这个功能使用 它非常的好用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边框 然后我可以选择一张照片 我可以把它拖露到边框里面 像我的照片就被嵌入到这边框里面了 或者说我可以加入影片也是可以的 像我的影片就被嵌入到了边框里面 我认为这边框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第三功能就是上传 你可以上传影像 影片 好音讯 点击这个选项就可以上传南岸了 第四个功能就是加入文字 你可以选这里 新增文字方块 这里面就可以让你加入各种各样的文字了 或者点击这里 新增标题 会可以让你创建不同大小的标题文字 底下还有很多字型的搭配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艺术字体 接下来就是你的专案项目 这个就是照片选项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照片 这里会有搜索栏 你可以直接搜索 然后在搜索栏右边也会有过滤器 你可以选择按照颜色过滤 方向过滤 方向有三个选择 方形 垂直 还有水平 然后你可以根据照片是否是免费的 然后进过滤 或者是去备影像 这我想介绍一下CAMMA里面一个很好用的付费功能 就是一键去除照片背景的功能 例如说现在我有这张照片 我可以选择编辑影像 然后选了这个选项 背景出工具 就可以看到CAMMA快速地把这张照片的背景去除掉了 我可以给这页面去加入个颜色 你可以看到这样照片的背景是被去除得非常干净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CAMMA里面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推荐大家使用 接下来就是允许选项 会提供给你一些音乐还有影响 然后就是影片选项 会有不同种类的影片供你选择 这个就是背景选项 也会有很多不同种类 在CAMMA里面也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GIF文件 然后这就是CAMMA最新的功能 Test to Image 就是你可以输入文字 让CAMMA快速给你生成不同的图画 我想继续了解这个功能如果使用 可以去看我的自信影片 在应用程式里面 你可以找到大量的应用程式 去满足你不同的设计需要 如果想要分享你做好的设计 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加号 这可以输入对方的Email地址 然后可以选择链接分享受到限制 你可以选择只有你可存取 或者说任何具有持链接者 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存取 然后点击复制链接就可以了 另外在右边也可以让你进行分享 也是一样的操作 在这面板里面也可以让你进行下载 你可以选这个下载选项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档案类型 会有它建议的类型 或是其他类型的东西可以的 之后你可以调整尺寸 选择是否要透明的背景 是否要压缩档案 这三个功能也是需要你设计到 CAMMA POST才能够使用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储存下设计 点击这个下载就可以了 像你掌握了CAMMA的基本功能 可以开始使用CAMMA去做平面设计了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CAMMA使用技巧 可以去看这部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一个赞 记得对我们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MMA的内容 所以在我的IG 能够和我有更多互动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